郑韩昌 站长 我派出军人回来评报 今天郑韩昌派龙副官 把杨绍成家给围了 好 他郑韩昌终于出手了 这下我们就有好戏看了 现在要再不借用他郑韩昌的力量 这运出去的东西 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我还得到密报 杨绍成运走的那批军火 是在宜昌码头交接的 据此推断 应该还没运到过去 你的情报准确吗 这是外北县人提供的情报 绝对准确 外北县人 那照你那么说 我们只要查到杨绍成运卖军鬼交接人 这批东西还是有可能会追回来的 希望是 但也很妙吗 毕竟离开西川地盘走了这么久 只要有万分之一的可能 我们绝不能放弃 你马上把这个情报通报给郑韩昌 让他务必要采用非常手段 逼迫他杨绍成 把所有和军火有过接触的人 交代出来 是 让你的外围仙人密切注视军火的动向 我们一查到交易人 就立刻出手 是 舅舅 舅舅 你大呼小叫的干什么 您派人把绍成嫁给围了 这个事 你还有脸问我 那杨绍成偷了我的东西 他就应该还给我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他要是不还给我 那我就把他全家抓起来 当人质 这也是天经地义的事 您这样做跟土匪有什么区别 我本来就是土匪 再当一回也不妨 你 这都是我们男人的事 你女孩子家少管 我就要管 他偷了我的军火 那比娃娃的祖坟还心痛啊 你懂不懂 如果你要真想帮他 那你就让他把军火锅找回来 回不来了 你就是把他杀了 那也回不来 那可不一定 那就看你想不想帮他了 你要是放了他全家人 让我干什么都行 你看你这话说的 那舅舅能让你干什么呢 要不这样吧 你给杨少舅稍微话 让他告诉我 帮他联系军火的那帮人 还有交货的地点 至于抓人嘛 还有军火的事 那我就不麻烦他 您是要把跟军火接触的人 都抓起来 对 我一定要把这帮人全都抓起来 不要顺着这个疼去摸那个光 那 这不难吧 不行 您这样是让少舅出卖朋友 不讲信仪 混蛋都不信 他出卖舅舅 他就讲信仪啊 好 郑司令有令 任何人不能靠近杨府 郑司令是我舅舅 他的命令对你好使 对我没用 叶小姐 我们都是混合饭式 你就行得方便吧 你要尊敬起来 遭将的可是我们啊 那好 我问你 杨少诚在不在里面 司令有令 我们守门的 即是笼子 又是哑巴 报告叶小姐 我什么都不知道 叶小姐 不能进去 搜尘 叶小姐 不能进去 信不信我告诉我舅舅 让你吃不了豆子 我不敢 叶小姐 不能进去 叶小姐 不能进去啊 叶小姐 少舅 叶小姐 叶小姐 不能进 杨父母 德叔 少舅呢 达少爷不在 他们还查封的时候啊 达少爷出去啊 刚好没回来 杨父母 杨父母 你没事吧 我知道 您还省我的气 可这些事情 都是我舅舅做的 我劝了半天也没用 真对不起 走 终于把最难他的人抓起来了 龙副官做 把你去管你去 是 进去 进去 你再推我 推我一个你试试 小心我认得你 妈 小白玉 少舅呢 我还问你呢 你们叶家什么意思啊 做事也太绝了吧 少舅没跟你在一起 他要跟我在一起 早被你舅舅抓起来了 叶小姐 快走吧 要不一会龙副官回来看你了 我 我可就麻烦了 杨伯母 你放心 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们出去的 你别在这假惺惺的啊 你到这什么意思啊 你要是真想帮我们 那你就留下来 跟我们一块在这受罪 什么意思 这不是你舅舅的主意吗 那好啊 你就留下来 跟我们一块关着 看你舅舅心不心疼你 好 我留下来 不走了 叶小姐 这使不得 回去告诉我舅舅 他既然要关杨家的人 他就连我一起关了 我也是杨家的人 理应和他们在一起 你真不要脸 谁认你是杨家人了 胡嘛 这简直是胡道 司令啊 小梅 可从来没受过这样的苦 这个死丫头 她是诚心跟我作对 我要是医了她 她就无法无天了 龙副官 司令 把我的命令 把所有的人 都灌到地窖里 别发出 使不得 使不得 小梅的脾气您是知道的 而且 她的身体会受不了的 司令 这事是不是 还愣着干什么 快去 不然 我把你送到军阀处严城 是 我现在就去 龙副官 司令啊 小梅 她是您的亲外甥女儿 您可不能这么对她呀 她要是真的跟我对你干 你就别怪我大义灭亲 司令 司令 您要是真正闻的 烉灭 hanya 您的 事业 来 不 你 我让她还能送到军队 她可以 小梅 她可以 她开心 过来 慢点 慢点 妈 您放心 有我在 谁都不敢拿您怎么样 走 我是替你自己担心 我是替上城你担心 上城那儿你也放心 叶家想抓的 没那么容易 这件事是我舅舅做的 跟我无关 既然跟你无关 你在这儿假惺惺地干什么 是少城的事情 我当然要着急 别以为你在这儿 我们就要领你的情 要是没有你 我们不会受这个罪 小白玉 我也关心少城 我同样关心少城的家人 是否安然无恙 我站在这里 不是为了装模作样的 既然是我舅舅 把你们害成这样子 那我就和你们共同承担 请你们相信我 哪里还在 哪里还在 没有找 太太怎么回事 妈 你怎么了 来 我看看 德叔 我妈在发烧 伯伯 哪里不舒服 你看不出来吗 是被你舅舅逼病的 我妈要有三长两短 我跟你们叶家没完 快 瞧什么瞧 给我老实点 张医生来 杨伯伯都病了 快点找医生来 叶小姐 司令下令 任何人不得进出 我没有权利给你找医生 我说了张医生过来 快点 出了人命你负责吗 不是我不愿意帮你 是我还带了医生啊 那可是要杀头的 回来 回来 别看了 你在这儿不是什么大小姐 竟然叫我来医生 让我妈好好休息 不行 我不同意 没什么 郑安朝这次是来真的 开枪不会手软 你们冒然去解救我的家人 会害了你们 少长 我们现在只有闯进去 把你的家人救出来 这是唯一的办法 再想别的办法 这个办法不行 这样太冒险 军工我们肯定是拿不回来的 我们需要冒这个险 不行 不能冒这个险 林大哥 刘川为我死 我心里很难过 我不想再有任何人为我死 我会想办法 你 林大哥 你们现在该怎么办啊 舅舅肯定是有危险的 但这事我们必须要办 瞒着少长迷你行动 不要让他知道 松手 我不回去 除非放了杨家的人 叶小姐 求你了 走吧 这不是你带的地方 回去告诉我舅舅 马上撤兵 你带在这破地方 一没吃的二没喝的 出了问题怎么办 杨家人挨饿 我也挨饿 你这样 我很难办 转告我舅舅 他这样我也很难办 除非撤兵 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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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你到底哪儿不舒服吗 老夫人这热的 这可怎么办 张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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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有这个闲情 一直往家里跑 时间都过了三天了 你军火再拿不到 可真要出人命了 张司令 你先放了我家人好不好 行啊 那 你把军火给我拿来 军火早就没有了 我拿什么给你拿回来呀 没有了 没有 你不找去 那 你把军火给我拿来 军火早就没有了 你不找也行 看在 你帮我酬粮的面子上 那 你告诉我 那些做军火的人 还有 他们联络的地点 这找人和找军火的事 我就自己费心了 不行 生意场上也生意场上的 规矩我不能破了规矩 对不对 还生意场上 我让你上杨爷的讲规矩 给我走 别 别 等等 张司令 我去给你找 你先放了我家人好不好 我找人给你找军火 杨二成 你少过废话 我跟你说 你跟我讲条件 你不够资格 你让我 把人给你放了 然后 你们就远走高飞了 我到那个时候 连个屁都问不到 哼 郑汉昌 你不得好死 你说什么 你个老不死的老东西 怎么了 你个龟儿子 我背着你 来 帮了我吧 小飞 你这是激将法 想让我 一枪崩了你 便宜了 你现在要的军火 不是你的小命 我告诉你 杨少成 你听好了 你要是不把军火给我拿回来 我就使了你寻枪 我一个都不留 太太太 妈 你要饿极了 来 你要我一口 妈 要我的肉吃 妈 来 喂 你这是干什么 松手 你快走开 你不能这么做 你以为这样子就要过目吗 你干啥了 你快走开 我告诉你 这样我妈能耗 不能遇死 不能这么做 松手 出去 我要出去 我要去跟太太找 When you spar 搞測了 放我出去 开门 开门 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放英国 上什么上 快 别跑 不要 让他翻 nome 让我们翻丝 张他 让我们翻丝 谁开枪 打谁了 打了谁了 真的 在那边 走了 走了 你怎么回事啊 长老 混蛋 对不起 这是军令 张子亮 我求你了 我拜托你的 郑司令 我求你了 好不好 告诉我 告诉我 打谁了 打的是不是我娘 求你了 我敢说 不管是谁 你都得把军火火要回来 我求你了 就别再事 让我受折磨了好不好 杨少诚 你也有今天 今天 来求我 这回 你知道受折磨的词吗 你知道受挫着的词吗 你今天 不让我斗产 你 你 你 告诉我 不然我一枪 我一枪 帮了我 我帮了我 我 我打死我自己 我看你怎么找这活 小丑 我妈没事吧 你放心 两姑母没事儿 他们把张妈给打死了 张妈 这一次不是你 这一次不是你 我不敢捕证下一次不是你 告诉我 你要是不把军火火火炸出来 下一次就是你妈 舅舅 都已经出人命了 你还想怎么样 没理事儿 不假还我 小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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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心 我一定会想办法 救杨伯母出来的 你想这么办法啊 我没事儿 你别担心 我怎么那么不担心呢 杨伯母在里面都生病了 我妈在里面生病了 好 少丑 对不起 对不起什么呀 跟你没关系 我自己走走 妈 妈 我在呢 妈 对不起 小丑 对不起 妈 你别说了 你想说什么 妈 我懂啊 你妈的老公 不是 妈死了一个 妈 妈对不起来 成绩 妈 你胡说什么 你不会死 你长病百岁 老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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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中国 간什么呢 安静点 张汉珍 我臭你十八亏祖宗 姓龙的 你个购扎重甲人 富家富温 我同样有三条两管 我弄死你 蓉子 喊什么 你看俺都是真板上的肉 俺 不消停点 我求求你 我的事 这是什么 饭都没有 还要衣裳 你们还是等着杨少诚来救你们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许连长 我正找你呢 许连长 我们刚刚得到密电 震汉长追回来的一批军火 今天晚上七点到码头 我想今晚咱们行动了 你 你这情报准确吗 应该没问题 我想这件事情啊 就咱们联系手来一起把它也干了 这扣司令的东西 这万一陈站长怪罪下来 我这担不了 再说我这人手也不够啊 真有这事 那晚上咱们一行动不就知道了吗 叶小姐 坐 我约你来是想帮少城 我来也是为了少城 那我们就开门见山 现在救出少城的家人只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是正司令绑架了少城的家人 现在只有正司令能解决一切 我求过舅舅 可是他铁了心 不会同意我们的 那我们就来应该 什么意思 我们可能要委屈一下赵司令 你愿意配合我 委屈 怎么委屈 绑架的 绑架我舅舅 这是我们能够想到的 唯一安全的办法 我舅舅身边有很多人 你们很难接近他的 这就是需要你帮助的原因 你了解正司令 他在什么时候最放松警惕 他回家的时候 是最放松警惕的时候 你愿意配合我们吗 那你们 要保证不伤害我舅舅 少城一脱离危险 马上放了他 我保证 你们准备什么时候行动 今天晚上 我是不是想要 你不听到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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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她 我看她的 你不听到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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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